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去年年初的時候教育部課維條 行政法院判決下來 教育部是違法的狀態 因為他的資訊公開 他非常不透明 我在教學的現場 第一現場 我看到一個影響這麼重要的課綱 從去年之前的 所有的 包括修訂的程序 還有公聽會 我在教學的現場 我從來不曉得這件事情 公民的意見公民的監督公民的批評 可以說是一個良好政策的 陽光空氣還有水 如果8月課綱硬要上課的話 我們直接把教育部的牌子 改成國民黨文傳會 改成中國文化宣傳部 所以我們在此呼籲教育部 知錯能改善莫大英 既然法院已經派你敗訴 你就不要在那邊一幹 今年的暑假 不要把那個爛課綱 拿到我們教學現場 這個年獸代表就是我們黑箱的教育部 我們過年就是要除舊不新 我們要把這個年獸趕走 違法科康 立即重審 違法科康 違法科康 立即重審 從去年1月到2月間 教育部他形式上走完 這個課綱維條的程序 通過歷史還有公民等學科的課維條 雖然他就是違條 但對台灣史的部分來說卻是巨變 教育部只會說 他有發公聽會公文到學校來 公聽會我們收到的時候 報名已經截止了 一般來講公聽會要前十天給我們知道 我收到公文的時候 我們這些公民老師收到公文的時候 公聽會的報名時間都已經截止了 這樣的情況 你給我說你有廣泛收集基層教師的意見 你再說謊教育部 你再說謊 我們公民老師希望能知道說 這個會議上到底怎麼樣討論 希望可以了解 要求教育部公開會議的資訊 會議是公開透明的 教育部說不行 他為了保護當事人 所以他不可以公開 非得要我們排權會打官司 行政法院判教育部敗訴 才能去看看說 到底是哪一些牛鬼蛇神 在這麼重要的違法課綱會議上 可以在那邊搞這麼的躲躲藏藏 馬英九你到底在躲什麼 法院的判決 其中判決 台詢會申訴有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認為說 教育部去年在整個課綱 所謂課維條的過程之中 他把課綱維條 把它當作是一個秘密的 不公開的一個產物 他認為說這樣子的一個程序 如果說有外界的意見 有外界公民的監督的話 會對於一個課綱的一個微調 造成不利的影響 公民的意見 公民的監督 公民的批評 可以說是一個良好政策的陽光 空氣還有水 那今天呢 教育部呢 把這個課綱 當作是一個溫室的一個產物 其實是不要辦法培養出一個好的一個政策 那我們在這個整個訴訟的過程之中 也發現有兩個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第一個 教育部一直把這個公民 對於這個課綱維條相關的意見 當作是病毒 當作是病菌 當作是洪水猛獸 那這個完全反映了這個過去 這個長期來的一個戒嚴的一個心態 那其次呢 也要請各位能夠持續的來監督 課綱的一個調整修正案 理由就是說 教育部不但呢 目前為止還拒絕提供有關於課維條 這個維條相關的這個政府資訊 他還認為說呢 未來呢 有關於課維條這個後續的修正 包括總維領的修正等等 還是繼續的要維持就是 過去從去年以來 向來的這樣子的一個黑箱作業的一個模式 他既然是一個重要的政策 那我相信 他應該要接受全民的監督跟審視 他不應該變成是一個秘密的黑箱作業 但是在過去我們這樣發公文 要求教育部這樣的文件的時候 就遭到他的拒絕 所以後來我們在四月的時候提起了數月 那後來數月被駁回 我們才提出了行政訴訟 那今天在一審的時候呢 這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我們是勝訴 那我們非常肯定高等法院這樣的一個判決 因為我們認為這樣的事情 本來就沒有什麼好隱藏的 那不應該用任何一個什麼 我覺得我們今天很多的政府單位 都在錯誤的運用一些隱私的這樣的一個錯誤的理由 去回避掉政府資訊公開的部分 真正他應該要保障人民隱私的地方 他卻不斷的去做更多更多的公開 這個怎麼都是本末導致的 又陸續續的看到 或聽到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內部的消息 告訴我們說裡面的一些內容呢 可能包括說過去我們可能嘗試著 慢慢才去推動說我們的 Mapping課本裡面 或是我們的社會科學裡面的課本 裡面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人權的課本 人權的課程或是性別的課程 甚至是不是應該要去解釋一下 這個白色恐怖的一些歷史 但是呢我們也聽到了說 目前呢未來的這樣的一個新的課程的調整 課單調整 可能這些東西都是要被拿掉的 甚至我們的人權輔導團 教育輔導團 性別的輔導團 這些東西可能未來的空間都是要被壓縮的 而他們想要取而代之的是 宗教的團體的生命教育課程 我們不曉得這樣的一個訊息是不是真的是正確的 但如果是真的的話 我們覺得這樣的一個課單調整 是完全的本末導致 是完全的一個人權的倒退的現象 沒有一個課單調整是把人權的課程拿掉 是把白色恐怖的課程拿掉的 所以我們認為教育部應該要遵守 調教育局在法院目前的那個判決 把相關的訊息全部公開 甚至他應該要暫緩 目前這麼大的一個爭議的課單調整 那應該要針對 讓更多的人民團體公民團體 就是公民老師、家長團體、學生團體 一起來加入這個審議的過程 讓整個課綱的調整 這麼重大的一個事情 應該要耐入更多更多人民的聲音 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那麼這次課綱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是有關內容的修改 而且非常明顯的 是針對第一側的台灣史的部分進行修改 因為第二側、第三側有關中國史的部分 修改非常的少 就真的是微調 只有第一側是大改 改了有的 有的章節甚至改超過50%以上 那麼修改的內容呢 其實主要就是要把台灣過去 十幾年來 大家逐漸建立起來的多元化 還有面向世界的 這樣的內容把它刪掉 然後增加了許多的有關 尤其是漢人來台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然後又再一次的去強調 像劉明傳、沈寶貞統治台灣 那幾年內的一些 其實蠻輕微的一些建設 那反而是把日本統治台灣時代 對台灣的現代化的部分 整個大幅度的刪掉 那當然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是 又重新使用光復這兩個字 光復這兩個字其實在過去十幾年來 台灣已經在歷史學界已經幾乎上不使用 這兩個字是一個政治的語言 那這一次的克剛微調 又把這兩個字搬回來 所以從這些跡象都可以看到 其實克剛微調其實是在實質的內容上 不只是在實質內容上進行審查 而且是要把過去兩蔣時代有關 一種把台灣放進中國史的觀點的 這樣的立場又帶回來 所以這個是這一次這個克剛的審查 不只在程序上 它有存在非常大的問題 同時在內容上是具有針對性 教育部長可能是做一個戰略 他那幾年就會還 但是教育部是長久的 那教育部要做的一個教育政策 是必須要有說服力的 是要有示範性的 那教育部再做一個最差勁的示範 那我們講說不論他背後的動機跟意識形態是什麼 至少在行政的程序上面 他就是違反 教育部不能夠逃避 不能夠忽視這樣子的法律的態勢 他必須要做出一個正確的回應 給現場的老師 給在全國的學生做一個正確的教育示範 那其實第一現場老師關心的 不是統復意識形態的問題 我們關心的是真正教學的 教學原理跟教學方法 一個16到18歲的孩子 你要不要從五千年前跟他講到至近五十年 因為一個16到18歲還是沒有辦法區別 五百年跟五千年的差別 那你因為為了你的意識形態 因為要跟他講歷史五千年 你只會讓他對歷史五感 對這個文化當中是拒絕靈 那事實上我們在浪費時間 所以我們很難過的是 每一次歷史科的課綱在討論的時候 都因為這個統復意識形態被綁架 從來沒有人要跟我們談教學的專業 小孩子學這些東西要幹嘛 你要先討論你的教學目的 再來討論你的教學方法 然後再來決定你教學的內容 可是我們現在反過來 我們不講目的不講方法 我就直接塞給你的內容 老實講真的要讓學生記這些東西 老實講王小波先生之流 大可以把他們認為的東西燒成一片光碟 植入小孩的晶片算 身上植入晶片算 可是這樣是沒有意義 這不叫教育 這叫尋獸 這叫做洗腦 我們現在是教育部 不是洗腦部 所以我不要學人被光顧 也不要被戰後 不要他去理解 這些人為什麼這樣說 那老實講這才是在教育實說的 歷史就是促進人家思考 最後你要選擇 給你幾乎 дав取來 保留 好 幫我們 幫我們 我們 會 多